许明春没有资格挑战高雄市长 许明春没有资格去选初选 许明春没有从此没有资格在讲说 你站在劳工朋友的权益上 不断的去守护不断的捍卫 许明春你没有资格 北分属为什么这么多员工 会在同一个时间短时间之内 这么多人离职啦 这些录音档都流出来都没有看听到 谢盈隆对下属鬼吼鬼叫吗 你还有什么资格 你还有什么脸去选高雄市长啦 许明春这次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全成局 霸凌事件 很明确的已经走向了政治事件 局系挺局系 没有人是局外人 他们就是你知道吗 共犯结构框在一起 局系挺局系 没有人是局外人 他们就是你知道吗 共犯结构框在一起 各取所需 在同温层里面大家取暖 希望能度过这样的难关 现在就看赖清德怎么发号施令了 看赖清德赖神怎么处理了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呢 为什么今天你看 我刚刚一开始讲嘛 为什么今天许明春 你看在19号的时候 今天是21号 19号的时候 他的脸书发文之后 结果你知道吗 果不起来你看 针对了这个霸凌事件 因为他知道在他任内 就是在他任内就有传出 有这样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呢 他就发文嘛 他讲说 我当时未能及时得知该分署长的情况 谢怡龙 他说在此我表达最深的 歉意跟遗憾等文字内容 结果你知道吗 他的网 他的那个脸书 直接被灌爆 对不对 他脸书报告什么 这种人 你要选高雄市长 太离谱了 推到人力不足 这种人既然想选高雄市长 好可怕 宁可不投 也不投这位 甩锅最厉害 当没这回事 我是高雄人 我不会投你高雄市长 做事下属霸凌 其实我觉得网友都很聪明 网友都看在眼里 网友就像选民一样 好不好 必须要经过 你一个政治人物 都需要经过选民 跟网友们的检视 这个很重要 那再来是 来 这个许明春 今天在受访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自己看 我觉得把自己 跟这个霸凌的事件 撇得一干二净 他就觉得说完成 完全不跟我 有直接的关系 那是分署长个人的行为 但我也不觉得分署长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分署长 人还不错 人也是不错 你讲得出来 我还听不下去 那你说他今天为什么出来呢 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 因为很多人都在扯 说这个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许明春跟陈菊 绑在一起 那这个许明春又跟 这个谢怡荣交好 那所有就是这个局系一体 一体传承 那局系一体传承 当然最上位是谁 现在我们的监察院长 陈菊 那陈菊当然希望他出来灭火 你出来讲清楚嘛 讲清楚就不会有这些后续的一些 这个内容不断的出现嘛 再第二个事情是 许明春我原本跟大家讲 说许明春已经可以从 出发高雄的 初选列车 好下车了 我已经跟他讲过 就没想到他还是不放弃 他还觉得他还有机会 一搏高雄市长 那大家觉得说 许明春还够格 当高雄 选高雄市长的 帮我刷11 如果觉得许明春完全不够格的 帮我直接刷222 如果觉得许明春 够格去参战高雄市长 帮我刷11 如果觉得许明春完全不够格的 帮我刷222 再麻烦大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的回应 OK 再来是 这个许明春明明就是 拉拔了这个谢怡荣的人 那现在 爆发了这样的情势之后 他当然要出来切割嘛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一样 我刚刚跟各位讲了 满满的政治算计 那你说啦 今天的我们这个许明春 到底出来受访的时候 讲了些什么 我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内容好了 这个许明春就有人记者问他说 外传谢怡荣跟陈菊关系好 那许明春连说两句 没有 没有 意思是说啦 谢怡荣跟菊系 现在他在这个许明春代表 来切割嘛 说这个谢怡荣不是菊系的人 大家不要在那边猜测了 那他就讲说啦 他说啦 他这个谢怡荣 他调公务员来办部长室的时候 就是看他的公务表现 平常不会去打听 这些同仁的身家背景 那他讲说啦 很多的人讲说啦 这个谢怡荣不是菊系啦 说是菊系啦 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太无限上纲了吧 那职场霸凌区正式严肃面对 其他穿着附会伸出其他莫名其妙的连结 真的是不必要 好 这不重要 那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这一次他出来受访 两个嘛 就是政治算计嘛 然后切割嘛 霸凌案跟我无关嘛 我不是加害者嘛 跟我没有关系嘛 那还有讲到的是 他今天出来 其实他整段的访问内容 全部漏洞摆出 莫名其妙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面对许明春 他说他否认提拔谢怡荣 但真的是如此吗 但是民进党立委陈寅 在昨天说 这个谢怡荣能当到这个 北分署的署长 不只是这个 劳发署的署长可以做决定 因为他的职等是有 特别的意义的 你知道什么 我跟大家讲 来 我们的许明春说 谢怡荣就是一般的公务人员 他在当部长的时候 需要文官来协助处理公文 那谢怡荣就戒掉过来两年 表现都很正常 后来这个北分署的署长 生了主秘之后呢 劳发署长蔡孟良 就把五个分署的人选 分署的人选 考量调动 当初就有提到谢怡荣 他说他对于人事的问题 我会尊重署长考量 来 我们的这个许明春说 他会完全尊重 这个劳发署长蔡孟良的考量 那这样听下来 就是否认说 就是许明春否认 我跟 我跟谢怡荣没有关系 我没有要提拔他 我不是我提拔的 他能当这个 北分署长 不是我 是蔡孟良 是这个劳发署的署长 但问题是 你知道昨天陈寅怎么讲吗 完全打脸今天 许明春出来受访的说法 他讲什么 来 这个 陈寅就说了 当时这个北分署长谢怡荣 他占的缺叫简任缺 按照人事法规 谢怡荣的长官 劳发署长蔡孟良 根本就没有权利决定 或推荐谢怡荣 出任分署长 各位 民进党立委 民进党内部 在内斗了 说话 说法都不容了 各位 陈寅前天怎么讲 陈寅昨天 陈寅前一天才讲说 北分署长谢怡荣 占的是简任缺 所以呢 劳发署长蔡孟良 是完全没有办法推荐 没有办法决定 谢怡荣到底能不能成为 分署长 但是今天来 但今天我们许明春的说法 是讲什么 许明春的说法说 当初是劳发署长蔡孟良 提到的人选 选人事啊 我尊重署长的考量 到底是谁在讲真话 谁在讲鬼话 你们不要在骗人了好不好 对不对 许明春你今天出来是这样 是怎样 切割切割不成 然后搞到你们民进党内部的这个 这个斗争派系的这个 糾葛 也扯上台面了 真的这很丢脸你知道吗 你又出来之前 可不可以好好把这个 这个东西 对清楚再出来 所以很明确是什么意思吗 代表说啊 我们的许明春担任劳动部长 整整七年多 完全毫无作为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要切割到这种程度 说人选全部都是劳发署的署长 决定 跟我劳动部长完全一点 屁关系都没有的话 那我反问你劳动部长 你到底当劳动部长要干嘛啦 你所有人事都不用经过你同意 所有人事的挑选 都讲尊重他们就好了 那你在干什么 你在关家办公室看电视吗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吗 然后纵容霸凌事件吗 是这样吗 不觉得很荒谬吗 对不对 再来是 前几天大家在那边传说啦 明明在二十三月的时候 当时的劳动部次长王安邦 就已经对这个谢怡荣展开了调查 那当时我们讲说 许民村你是完全都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到底什么都不知道 你到底在干什么 约谈的内容 也没有记录到会议记录里面 什么都找不到 结果今天 这个事情也有新的进展 你知道新的进展是什么吗 各位 新的进展是 这个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北分署长谢怡荣霸凌争 持续延烧 那现在呢 据了解当时 他们调查案子根本就不是霸凌 也就是说呢 当时王安邦找谢怡荣 约谈的内容 根本就不是讲霸凌 那是在讲说什么 是在讲说 是在考论当时这个他们这个经费采买采购的使用上的疑虑 也就是说呢 这个案子在二三月的时候呢 确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 心声不满 开始有申诉有怎么样 但是可能有吃案的情形 那当时王安邦呢 就去约谈了这个谢怡荣 结果呢 我们的王安邦在今年的九月 就被3Q了 就直接下台走人 所以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奇怪的纠葛 那你先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嘛 我就讲嘛 为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王安邦去做这件事情 会变成他要下台 你不觉得这个很奇妙吗 再来是 王安邦明明当时在二三月好了 如果最新的进度已经指称说 王安邦当时跟谢怡荣约谈的是 这个所谓的经费使用疑虑的问题 那奇怪了 你知道今天许明春怎么讲吗 各位 许明春说 他说因为霸凌事件发生之后 他看到了媒体才报道才知道 照理说约谈要向上承报 但没有 如果按照我处理事情的态度 有牵涉到职场霸凌 我一定是零容忍 如果陈琴有网上报 一定会送阵风处查清楚 如果有这种情形 一定要陈处 否则就还当事人清白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怎么会这样讲 来 如果说王安邦当时找谢怡荣 谈的是经费使用上的疑虑 那为什么你这个许明春今天讲说 那个时候为什么 你们都没有回报我 王安邦你怎么都没有回到当时 有霸凌的形势 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民进党 现在内部是炸锅的 会觉得说 许明春这一次出来受访 不只切割 满满的都是想要他投入 高雄市场选战的满满的算计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人就是看起来很恶心 恶心想吐 大家看到了没 我来看一下今天许明春 早上到底讲了什么 大家看一下 谢永他就是一般的公务人员 他是文官 那我那时候在部长室 其实我们会 就是调文官来协助部长室 这边来处理一些公文的 这个事宜 那他在我那边的时候 然后戒调过来的时候 其实的表现都算正常 那后来 他在我那边大概有两年 然后回想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后来就是那个英文北分属的 那时候分属长是申竹蜜 所以那时候分属 因为我们发展署有五个分属 没关系我就回到这边讲了 我就说他今天出来 就是还是想要去选高雄市长 但是我说跟各位讲 我刚才已经看到大家的 这个刷的这个数字 许明春没有资格 你也没有 你开口闭口 你也没有资格在谈 许明春没有资格挑战高雄市长 许明春没有资格去选初选 许明春没有 从此没有资格在讲说 你站在劳工朋友的权益上 不断的去守护 不断的捍卫 许明春你没有资格 OK 对不对 许明春竟然还讲说 那要问他说选战的部分 他说参选就是要面对各种挑战 这件事情我平常心里对 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的比较重要的真相是什么 如何预防职场霸凌 所有辛苦劳工友善 零霸凌的环境比较重要 如果友善 零霸凌的环境 真的这么重要的话 那为什么在你任内发生这么多霸凌事件 对不对 北分属为什么这么多员工会在同一个时间 短时间之内 这么多人离职 这些录音档都流出来都没有看听到 谢一荣对下属鬼吼鬼叫吗 你还有什么资格 你还有什么脸去选高雄市长啦 所以说许明春真的不要再出来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出来只是为了 要保护 城局嘛 保护自己嘛 许明春这次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全 城局 你看如果像网络的风向 全部都倒向是许明春的问题的时候 请问一下许明春还要选吗 许明春出来面对媒体 就是为了他还有一丝想要挑战高雄的这个 这个可能嘛 他就是想要这样干嘛 大家看不懂吗 所以我说这里面 充满着满满的政治算计啊 所以我就说现在的霸凌事件 很明确的已经走向了政治事件 那这样的政治事件呢 会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我跟你讲啊 还没有结束啦 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啊 那这台事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赖政府 我觉得派系跟酬庸 是完全的凌驾了专业啦 那这个赖清德所打造的这个 像目前所谓的他们号称 好棒的执政团队 民主大联盟啦 都假的啦 我直接跟各位讲啊 我觉得行政团队啦 会各个急迫啦 对不对 你看啊 从劳动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就会知道了 第一个嘛 我们看看何佩山 何佩山其实有没有相关的行政经验呢 没有 大家对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柯建民办公室的主任 在国会很资深 打滚多年 就这样子 那请问他何佩山凭什么 可以当劳动部长呢 这不是酬庸 这不是派系 这是什么 所以我说酬庸派系 塞位的这个文化 就是民进党任内造成的 成也民进党 败也民进党 成也派系 败也派系 所以赖清德不要在那边讲说 什么只有赖系非赖系等等 我跟你讲啦 你现在如果赖清德要玩 在民进党内玩 所谓的二分法 赖系非赖系 你玩得再操 你操作再过头一点 你操作再极端一点 非赖系的声音绝对会反扑 绝对还有一些 鬼料 还没被抖出来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看你赖清德怎么做 所以我就讲嘛 你看从之前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民调 成也公布了民调 你就看到了嘛 不然昨天他跟赖清德 但他对于他们已经看破了手脚 已经不再信任他们 也不再相信他们 所以我是讲 包含这次的事件 好 许明春也好 陈菊也好 或者是谢荣也好 我觉得该负责任的人 你们一个都不要逃 否则这样的霸凌事件 我跟各位讲 绝对会在发生 我不管行政院长 左荣泰昨天怎么讲 说什么 我们那个要一个月内 尽数查明各部会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相关 这个霸凌的形式 其实你知道吗 今天又有新部会 又有新的单位 又有传出霸凌事件 你知道现在这个霸凌的风波 已经有点像是之前 好不好 这个洪中秋案也好 异货的是什么 MeToo事件的风波 那这把火 会把赖清德 会把执政党 烧了什么样子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我觉得这个背后 还是有很多的黑数 还没有被揭露而已 那我们就等着看 我们就看你们民进党 我们就看你赖清德 我们就看你左荣泰 多会拆蛋 如果你雇了 你为了派系 你为了位高权重 不敢得罪的那些人的话 那没关系 这样的事件就会继续发生 我跟各位报告 对不对 不能漠视 也不能做事不管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